大家好 沒錯,如你所是,我們又打開了NBA LIVE 08的視頻 上次Sekyll O'Neill的三分大賽就非常之經驗 今天我們要做什麼呢? 當然要看這個裁章大賽 最近NBA這幾年的裁章大賽除了拉雲和Aaron Gordon有參加之外 都顯得比較失色 今天不如我們做一屆顛峰一點的扣籃大賽 讓他們過癮好嗎? 第一位出場的扣將 那時還來自夏洛特山貓 2003年連續兩屆裁章大賽冠軍也是我最喜歡的扣將之一 Jason Richardson 下一位 從來未參加的裁章大賽 但我們都很想他參加 當時冠籃裁章有96數值的LBJ就一定要參加 這個不用說 下一位不用介紹 來自新澤西南網的雲斯卡達 裁章沒了他就沒有意義 最後一位 有James當然也要有高比 新秀連馬上獲得冠軍 馬上獲得曹津冠軍 高比、冠籃、曹津的數值也有90 不管一定要參加 以上就是參加曹津大賽的4位選手 94、95、96、98 分別是這4位曹津球員的數值 可以說是相當厲害的 好 廢話不說 第一個出場的是Jason Richardson 看看他做什麼動作 嘩 嘩 嘩 這個動作才是2點 這位五位評委都很識貨 第一場就已經給出50分 滿分 好 LBJ出來了 幫他完成一下心願 幫你參加財津大賽 看看你可以有什麼表現 彈地再彈板 但是沒有接到的 這個球 再來一次 背身 還是打板 只不過 蛤 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很牙煙 太簡單了些了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加分的地方 真的 現在高手混雜 你做這個動作出來 真的 很容易被淘汰 第一回合 看看得分是多少 8-8-9-9-8 即是多少 42分 好牙煙 真的 好了 下一位 我們的UFO卡達 看看他又怎樣了 咦 彈那個是攝影機 當它是攝影機 就當黑色那個是攝影機 不成功 第二下 背拋 再接一個 背床 然後還有一個 回環 嘩 即是從背拋 背拋開始 然後又 背床結束 整個動作 都很難反物理 難度應該都很高 看看 平衛這邊 第二個50分 這場球是第二個50分 來自雲斯卡達 好了 到高比出場了 可能有些人說 24號的時代 不夠8號的時代 可以跳 但也有95個能力值 都不差 絕對 第一次上司 是失敗的 不要緊 時間還有很多 再來 第二下 這個 又是略顯簡單了 188號的 整個背床 這樣 好牙煙 真的 看他得分多少 88 99 9 好過 1分 43分 難道難道難道 好 好了 Jason Richardson的第二次 只需要拿到 43分 不 只需要拿到44分 就可以確保 晉級下一輪 喂 之前都說過 凡是打到這個電視版 絕對是50分 這個他真是穩 我們都看到 對 毫無疑問 50分 首先是恭喜Jason Richardson 晉級第二輪 好了好了 到James了 這一場 你真的要拿個滿分 絕對要拿個滿分 不是 你都很難 晉級 就算拿到50分 你都已經難了 現在 第一次嘗試是不行的 第二次走到3分 怎樣呢 一個拋球 再接一個背床 難就不是很難 留意一下 那個球 好假 喂 為什麼突然又拿著那個球 你看看那個球 突然又黏在他們的手上 這樣 原來 座章大賽還可以變魔術 嘩 晉級西九里 太厲害了 那幾分呢 果然 那些評位都給他 剛才這套魔術震驚了 50分 但是主要還要看卡達叔叔的臉色 好了好了好了 卡達叔叔來了 44分就晉級 和Jason Richardson一樣的目標 看看怎樣 嘩 第一下真的不太明白 一拋 直接拋到藍框後面 第二下距離很遠 又拍拋 嘩 摘一個 嘩 體操動作 未果冷靜 鐵炒冤洋 卡特 沒有理會 第三招 嘩 怎麼這個球掉了 卡達叔叔不要玩東西了 只剩4秒 沒時間 最後來一個 這個很簡單 這個動作很簡單 就這樣360 又沒有回環 又沒有接疊 就這樣 這樣 這樣 會不會有機會 看看裁判怎樣 嘩 這個動作50分 真的看不明白 這個動作卻有50分 我覺得卡達叔叔來說 這個動作很簡單 那高比的最後一次嘗試 就已經沒什麼作用了 因為卡達和Richardson 已經進了級了 他和James 就會被淘汰 看看他最後一場 拿到什麼動作出來 彈起球 嘩 這個難度是 這個 背身還要跨下 再換了雙手背球 這動作太難了 這個動作 看回 其實不用看 這個動作都說了 50分已經比少了 絕對可以60分 70分 甚至100分 這個動作太難了 好了 第一回合就要速了 Jason,Richardson 和卡達 就進級了 高比和James 就被淘汰了 第二輪第一個嘗試 看著卡達 看著怎麼樣 彈上球 彈在板上 但是沒有接殺 第二下還是彈板 都還沒有接 第三下呢 背身拋球 再接一個 嘩這個就 比起上一扣是蠻好的 做一個單手好像360 有些自由女神的感覺 不錯 比起上一扣好很多 看看屏位怎樣 上一扣都50 他這一扣絕對是50分 好了 Jason Richardson出來了 看看怎樣 走到罰球線左右的位置 背身打到板上 嘩這個動作如果造成了 爆炸 可惜不成功 第二次 打到咪咪 還是不成功 第三次 找咪咪還是不成功 喂喂喂 剩下9秒 8秒 是時候做個動作了 7秒 嘩 糟了 我覺得卡達叔叔已經拿了冠軍了 因為JRisk這個動作真的差點意思 看看裁判買不買帳了 果然 41分 我覺得我可以宣判卡達獲得了冠軍了 我們看看是不是 42分就可以獲得冠軍了 卡達 看看做什麼動作出來了 打到咪咪 每次打到咪咪都不成功 每個人都是 但怎樣這次的作法很長 招球 還是不成功 第三次 罰球先 打到板上 接了一個跨下背床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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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宣了 雲斯卡達已經拿了這一屆財神大賽的冠軍 是否GENI太美 阿坤坤應該可以做到這些動作 不過 停下卡達 看看裁判 50分 對了 恭喜卡達獲得了這一屆巔峰財神大賽的冠軍 好了 雖然 比賽已經沒有完結 但也要看JRisk 第二個財神 看看怎樣 可以腳踢這個波 嘩 這個動作很難 早點用出來 這個動作很厲害 50分 100% 真可惜 果然 JRisk 比較遺憾 第二個回合 JRisk第一場就失誤 冠軍屬於雲斯卡達 雲斯卡達 雲斯卡達 零空 是零空 拿著獎杯 嘩 又變魔術 你看 手也沒有捧過獎杯 多厲害 這屆巔峰財神大賽正式結束 卡達就拿下冠軍 大家如果想看到更多有趣的Live08 或者其他版本的視頻 都可以留言給我 喜歡這個視頻的朋友 希望多點點贊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